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我是万象和 台湾股市今天因为台积电 昨天晚上ADR提前大涨 然后台积电是不是如我们的预期 在法说会之后开始飙涨 所以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预测这个事情 都是提早提前的 之前大家有看我们的节目 相信到现在都已经能够验证了 告诉大家今天会特别来挑几档股票 我跟大家来分享 这几档股票其实还是能够持续来做个关注 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到后面 那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就跟大家讲 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台湾股市大选完 是不是开始出现回档开始出现压回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 当时就有画箭头给大家看了 对不对 其实台积电会涨 不是因为现在其实早就已经有这个预告 大家会开始往上做一个喷出动作出现 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讲说法说会之后 法说会之后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会出现转折 出现关键的转折 结果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开始喷出 那我是不是15号讲完之后就没有再讲了 17号 台湾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是不是持续在告诉你 虽然说下跌嘛 对不对 这边有下跌对不对 但是我持续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台积电会往下跌 那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到什么才会去跟大家来讲 绝对不是真的跟你乱讲 那今天我有看到什么新闻吗 有一个老师在讲说什么 600块以下台积电都送给你的 请问讲多久了 讲了两年 套了套了两年 今天还在 拿出来把这个以前讲过话再讲一次 套了套两年中间跌下这些都不算 反正现在有达到这个目的 那不是这样子讲的吗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你的钱是有时间价值的 请问一下你钱 套在上面 你会舒服吗 你肯定不舒服吗 对不对 所以操作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也是看到图上的结果 才告诉你答案绝对不是随便乱喊随便乱喊 不是这样子 那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昨天怎么样ADR直接涨10% 然后呢 涨势非常的凶 然后其实也打脸大膜 大膜之前那个 前几天还在发新闻稿 我特别有跟大家来报告 还发新闻稿怎么样呢 讲说台积电 很糟糕 这可能不如预期怎么样 讲一大堆 所以待会给大家看个东西更好笑 但是问题是什么 台积电今天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 也是美国的护国神山 因为台积电大涨然后废半了大家看一下 直接涨3.4% 涨3.4%很多 然后呢 道琼怎么样 道琼油黑翻红 所以其实台积电真的是非常的强 不是带动台股而已 现在是世界台积电了 不是台湾的台积电 因为全世界开始 陆续工厂 然后开始要 全部的做一个规模量产动作 那我告诉大家 他还是会帮助我们台股持续往上带动 往上攻 那很多的这个配合厂商 其实还是台湾的厂商 不是说这些国外的厂商 整个这个台积电还是非常的对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的好 那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公司 上下游 非常非常多的厂商 都是共同 命运共同体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看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今天的结果是什么 今天直接大涨喷出看到没有 直接到627了 那昨天晚上其实我在我的这个IG上面跟大家讲 开盘就讲明天直接上600直接冲上600 那其实这个箭头我今天只是把它画长一点没有改变 那你一看到今天的量非常的大 那非常的大 需不需要担心 其实上面 会接下来遇到哪里 遇到两年前 这个卖压 但是卖压 有没有机会消化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慢慢的缓不往上攻 压力是需要消化 消化一下的 那还是有机会持续攻 但是就问题是 你想要在这个台积电上 再赚多少钱 当然你想要说我台积电赚了两倍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问题是什么样的 告诉大家会带动整个台股走势吗 那台股有其他更多 很标的标股值得你来探索 值得你来发掘 那这些个股是值得大家进场去做一个赚钱的动作 那再来看一下刚才跟大家讲什么事情很好笑 摩根斯特利不是看衰台积电吗 目标价为什么在688呢 前几天不是看衰台积电吗 毛利率不到吗 那你目标价在688做什么 这就是我在讲的嘛 所以我一直在讲 摩根斯特利不是第一世界找乱市场 上个月的时候 12月份的时候是不是跟他讲连电的故事 有给大家看对不对 一直有在跟大家分享嘛 请问一下 为什么看坏台积电你目标价在688 当前几天都还在500多块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真的是算是蛮恶执的一个外资跟法人 不但利用这个 新闻媒体 赚这个中间的价差 那我是觉得金管会应该要介入 应该要办个查会了 对不对 不要让他们老是这样子发什么新闻稿 不要 我们那些投顾分析师讲话都是负责任的 你这个发新闻稿可以不用负责任吗 我是认为非常的恶劣啦 那跟大家讲 金管会会不会出来看 我是那边呼吁啦 金管会就是办个查会嘛对不对 好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嘛 怎么能够这样子呢 对不对 给大家一个交代嘛 那我其实 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相信这前几天 都不会被吓到啦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你就安心很多啦 那我们这活动还是持续在 这附带的这个 方案还是在 所以跟大家讲现在到过年期间 你之前跟大家讲过你可能不相信 那现在你总相信了吧 现在有很多赚钱的机会能够让你赚到年中 接下来下个礼拜一直到过年 还有一个礼拜多的时间 能够让你在市场上赚钱 所以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那过年之后其实这个行情还会持续延续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币上万八 然后跟大家讲什么呢 台股会冲 破这个历史的高价 然后会继续的 再往上做个上涨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期待 今年是非常好的一年 今年2024 整个景气循环已经开始复苏 然后 还有什么下半年要降息 对不对 目前估计在第三季 会不会提早都还不确定 但是这是很确定的事实 一定会降息 所以股市还会在往上高 所以大家把握机 赶快跟上我们脚步一起来赚钱 再跟大家分享股票 日月光头控 日月光头控 晶片做出来需不需要封测 晶片做出来当然需要封测嘛 对不对 日月光头控 我跟大家讲 你看到今天怎么样 虽然没有出现大涨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持续往上做个上工 上工到这个位置 其实在这个箭头这边 没有太多人在卖出 没有太多的法人 还有大户在这边做卖出 反而是 这边突然 跌下来之后 然后 很多人 在下面做承接 你卖越多越多人在这边买 所以告诉大家后面有希望 然后今天往上跳空 很明显 很明显的一个走势 非常转强势 转成非常强势 然后开始往上购 虽然说今天没有大涨 今天就涨3% 3.15% 但是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 甚至到过年后 非常可以期待的 那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 其实今天AI类股也非常的强 对不对 AI类股 伪创涨停板 这边这个盘中的新闻 伪创还没涨停板 但是后来也涨停锁死了 广达涨势非常强 对不对 再来什么 技嘉也非常的强 对不对 那基本上AI类股 之前套牢套太久 我从去年8月份开始跟大家讲 小新AI类股 那到现在也经过一段时间了 也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怎么样 开始这个筹码开始沉淀了 有些人就认赔出场 所以慢慢会沉淀下来 今天开始大量又出来了 看一下今天几张 268000多张 然后整个走势开始不断的往上攻 直接攻到涨停板 售时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压力 不是散户被套牢 是法人 还有这个大户 其实还是套牢在上面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涨上去下个礼拜 再涨上去 再涨个一两天之后 开始会出现震荡 那你在追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建议还是怎么样回档再买 会比较保险 回档再买比较保险 好 广达部也是一样 再涨上去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这个AI类股整个体的走势都非常相似 所以涨上去马上会遇到压力 遇到压力要怎么办 建议大家也是趁着什么回档之后 整理之后再买 不会马上就涨上去 因为其实像伪创这些类股 AI这个概念股 之前 去年涨太多而且 突然在上面被这些大型的这些外资法人 在上面拼命的到货 所以现在涨上去 势必会有这个压力出现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在技嘉部分 技嘉部分其实盘整整看起来格局比较好一点 然后今天也是 虽然涨的没有人家凶涨5%多 但是其实涨上来还是有肉可以吃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做期待 那我认为其实AI类股在经过一段时间整理之后 会再发动更强的涨势 更强的一波走势 所以 你们可以持续来关注 那我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好那你看到其实今天AI类股全面上涨对不对 那就是我讲的 全面上涨之后 有些个股还是要从里面跳出来 有些马上遇到压力了 有些压力比较重 有些没什么压力 让大家就持续看我们的节目 我会帮大家来出去做一个追踪 但是 告诉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 AI类股开始又重新转强了 好那最后看一下加权的部分 昨天是不是告诉大家 前几天告诉大家这边是不是不会跌破 我是不是都有讲 我跟大家讲其实这边支撑非常强 我也不认为台股这么烂 这边会马上跌破直接灌过去 然后马上跌到1万6 不会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其实格局走势都有一定的定律 然后我在前几天尤其在前几天大跌 跟大家讲台积电会 带动整个台股 那事实证明我们就是对的 所以前几天告诉大家提早在这个地方做布局 是不是我平时就讲对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不要浪费机会 尤其在下跌的时候不要害怕 千万不要害怕 如果你真的害怕没有关系 那你就跟着我们 我的资讯来操作 我相信你可以避掉非常多的风险 而不是像有些老师 在大跌的时候 或是之前 一直跌 就跟你讲到万八 什么证据都没有 也不会跟你讲逻辑跟道理 这样子不好的事情 这样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跳空往上非常的强 而且是跳空之后 有往上继续涨 有继续涨 所以接下来这边是一定 在下个礼拜也许可能 过年前 搞不好会给大家非常漂亮的数字 然后就直接 攻过也有可能 好不好 或者是 怎么样的年后直接攻到万八 这都是大家可以持续做一个期待 所以 我跟大家讲不要浪费机会 那把握机会 那下个礼拜 我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下期再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